現在要介紹名詞 第一個叫做原子序 原子序原子排隊的字序 原子在周期表排隊的字序 原子序一樣就在周期表擺在一樣的位置 就視為相同的元素 就當做你叫相同的原子 所謂的原子序就是子子序 子子序一樣擺在一樣的位置 叫原子序 原子序相同 就擺在周期表一樣的位置 就視為相同的元素 就視為相同的元素 就有一樣的元素符號 那我們的舊課本告訴你說 子子數是來決定它的化學性質的 因為聽說周期表就是跟化學性質有關 那麼靠子子數來排 是來告訴你子子數決定化學性質 但是我說完這段錯的 這是錯的 不是子子決定化學性質 是什麼 電子 正確來說是電子主套 我們講過了 原子跟離子什麼不同 電子是不同 然後化學性質不同 不過因為舊課本這樣教 我們就這樣考就這樣寫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錯的 它是錯的 OK 那另外一個要質量數 就是代表質量的數目 因為電子的質量很少就忽略不計 那麼子子跟中子的質量幾乎一樣 當作也是一樣 所以呢 你有兩個子子兩個中子 質量就是一個子子的四倍 所以它代表質量的多廣 質量數 質子數加上中子數叫質量數 來代表它的質量的多少 質量數越大就代表質量越大 質量數是兩倍 歐陽上面寫質量數下面寫原子序 所以叫做八個子子 十六個子子加上中子 然後考試就會問你說 它會有幾個電子 它會有幾個中子 寫完你就該知道 就該知道 所以寫吧 了解一下 然後呢 就這樣叫碳14 所以這裡顯示了 這裡有幾個子子 如果我這樣顯示 它表示它有幾個子子 停車站接問 這樣有幾個子子 帥哥徐永成 起立 這樣表示有幾個子子 五 四 三 二 一 幾個 六個請坐 六個 它表示有幾個中子 它表示有幾個中子 啊 女生有嗎 有女生嗎 有 王寧記 幾個中子啊 蛤 一共啥 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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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坐 有那麼多個嗎 十四點六 八 然後有幾個電子啊 跟子子數一樣多嗎 正常情況下 然後有個同位數 同位數就是周期表擺在相同位置的 周期表是靠原子序決定的 所以就表示原子序相同 可是我們還是不一樣 就是什麼不一樣 就是中子數不一樣 所以我們有兩個說法 一個叫做 原子序相同 質量數不同 一個叫做 直指數相同 中子數不同 這個叫做同位數 OK 你給我想清楚 我們加了幾個名詞 我們加了一個叫做 銅數液構體 銅數液形體 我們現在加了一個 東西叫做 同位數 未來還有東西叫做 銅分 液構物 這什麼意思啊 弄清楚啊 什麼意思啊 弄清楚 OK 同位數 直指數相同 中子數不同 原子序相同 質量數不同 那麼 我講過了 因為原子序一樣 所以擺在周期表 一樣的位置 就視為一樣的元素 因為 那麼他們就基本上 有一樣的化學性質 可是物理性質 可能不一樣 比如說 有的比較重 有的比較輕 所以就跑得比較快 有的跑得比較慢 這樣子 OK 我們習慣上呢 會用直量數來區別 比如說有碳 有碳12碳14 就是直量數12的碳 跟直量數14的碳 有碳12碳14 我們學 何能勝什麼 又235 又238 OK 就是質量數 OK 那 原子序可以幫我們解釋 定比定律 可以幫我解釋 背比定律 也可以幫我解釋 質量 手橫定律 好 道爾村就是根據 定比背比才搞出個原子序的 因為只是化學變化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如果總類數沒有變 所以可以直量手橫 好 直量手橫 所以 沒有問題 但是 人人說不能夠解釋 給里薩克的氣體反應體力定律 就是 都如果都是氣體 反應前後氣體的體積 會是一個簡單整數比 他沒辦法解釋 他必須要把原子切一半 才能有清楚的解釋 可是道爾村認為說原子是不可以切一半 他是不可毀滅的一顆狀情 所以不會 沒有辦法 那必須要靠誰 靠亞佛加絕有一個分子說 當然道爾村也不喜歡分子說 因為道爾村原子說裡面 每個原子都是獨立的 不會兩個不會連在一塊 可是分子要連在一塊 所以不行 OK 分子 原來的分子的意思 亞佛加絕提出的分子是說 兩個以上的原子接在一起的 接在一起 這樣叫做分子 現在我們把分子的觀念引申 引申是說 如果你具有這個東西的性質的頑葉 就叫做分子 把水一缸的水抽一杯出來 抽一滴出來 抽抽抽抽 抽到最少這一顆 這一顆具有水的性質 那這顆就叫做所謂的水分子 所以具有物質性質的最小單位 叫水分子 那麼 所以就按照這個分 就有分所謂的單原子分子 這個學測考過 鈍器都是單原子分子 派來兩顆那個 都單原子分子 單原子分子 OK 只有單獨這一顆的 各自獨立的 雙原子分子 兩顆連在一起 我們說過了 氣體都是 除了鈍器之外 氣體都是雙原子分子 還有誰雙原子分子 魯素 火綠鏽體都是雙原子分子 兩顆在一起 那很多叫多原子分子 很多叫多原子分子 多原子分子 然後這是課本 講一個國中生 不要理的話就是 金屬元素 是很多的金原子 湊成一堆金 基本上切不出分子 所以就 AUN 把N省略 用AU來代理 那個這種偉大的學問 就聽聽就好了 火中也沒有仔細的追究 去探討怎麼回事 就讓你看 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重點是什麼叫原子序 什麼叫質量數 我們要用符號來表達 知道一下什麼叫同位數 瞭解一下分子的概念就可以了